她说她跪下的那一刻 她连猪卷里的猪都不服 这是聪立的一个故事 聪立钉了这条手镯 不为别人 就为了那一会儿 她小的时候六岁 跪在菜场门口 被她妈妈打的那个妈妈给她钉 她妈妈今年六十岁了 她跟我说她妈妈得了癌症 她不得不送她妈一些礼物 只为了释怀 我不知道这种释怀是对是错 但我知道把它做出来 放在她妈妈手上 这一对母女的感情应该和好如初 她这个挤比较正的 在阳光上相关不会死的 也是挤了蓝 跟比较浓一点的色 化解矛盾的这个子罗兰 已经做好了 让我们看一下 聪立给她妈这镯子 起得还不错 毕竟整体来看的话 色是非常显的 看起来是 已经是非常紫的一个状态 即使见光的情况下 它仍然是妥妥的一个子罗兰 但你说到妖子 它几乎不太可能 子罗兰的镯子 它有一个一贯的毛病 就是里边的颗粒感 极其的浓 它里边的晶体是非常大的 这个小晶体你看 有这么大一块 这几乎是一个小支架的 那么长了 能接受子罗兰的色 就必须要接受 子罗兰的一个颗粒感 它的粗糙 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完美的 就像每个人做父母 也只是做这么一种色 那第一次做父母 难免有一些地方 做的是粗糙的 就像葱丽的妈妈 让葱丽跪在菜场门口一顿 葱丽作为小孩子 心里面是很难过的 我也听到过很多 80后90后甚至00后 跟我说 童年被施暴的这种事 有一些像葱丽一样的孩子 长大了之后 提到家暴的这件事 是极其痛苦的 之后童年受的伤 需要一辈子来化解 但是我还是想劝 像葱丽这样 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 如果小时候承受过家暴 希望你们现在 能够在心里过那道坎 因为任何痛苦 都不可能让他跟你一辈子 何必去勉强自己 一直那样痛苦地活着呢 毕竟你跟父母之间 是算不清楚 也理不清楚的一笔账 爸妈爱我们 我们爱爸妈 到了这个时候 他老了 你也长大了 事儿也太去了 你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